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分析温家宝最后那一次记者会上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 我提醒过大家 李肇星三次提醒他要结束那个记者会 温家宝就不结束 就等着记者问 一直等到路透社记者问这个问题 温家宝慷慨沉词 这样的小动作 这样的说法 我们今天再看 里面就能够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薄熙来的下台 迅速的被下台 是跟温家宝的记者会直接相关 而温家宝记者会当中的 应该开多长时间和回答什么问题 李肇星不知道 作为新闻会的主持人 那作为李肇星自己的官位来讲 温家宝讲什么样的内容和讲什么话 他都不知道 大家能品出这种细微的东西 这个细微的东西才是坑截的 我当时在评论当中提到 温家宝的那一番讲话 未必是每一个政治局常委都认可的 而针对薄熙来重庆模式等等这一系列的看法 其中包含着温家宝个人的内容 个人的体会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提醒过 如果温家宝这一番讲话出来之后 过一两天有别的声音针对他的说法 包括我们看到中宣部已经把他的说法 有半封锁的意思 也就是说要求其他国内媒体按照新华社的通稿来报 有这样的动作就说明已经温家宝说的过头了 李长春在从某种程度上就不接受温家宝的某些谈话内容 但是如果否定温家宝的话 这件事情就更大了 所以温家宝的一番讲话转而迫使中央认可了他的讲话 继承了他的讲话 按照他的讲话方式在第一时间处理薄熙来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大家撒没撒没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党内的分裂变成了没有任何一个强权人士 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局面 而温家宝透过当时的记者会 透过当时媒体的现场直播 以全国老百姓作为平台 作为赌注 作为背景 来把薄熙来拉下来 成功了 我们现在看看是不是这意思 其实我说 这件事情刚刚开始真正触及到实质的问题 薄熙来下台被免职 刚刚开始 后面应该被触及到的周永康 江家邦 BBC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英国媒体讲 薄熙来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那文章里接着说 一般的英文媒体呢 特别是报章媒体 因为时间原因的没有跟上最新的这种快速的事态发展 他说包括泰晤士报 卫报 每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都是在网络版上报道的 头版头条报道薄熙来被免职的这件事情 而原来他的版面大多还是集中在温家宝的记者会上的说法 他说泰晤士报的题目就叫做长城出现了裂痕 那原来是以温家宝的答记者会作为内容的 那扭过脸来 他就结合在一起 加了一些内容 把薄熙来下台这件事情放在里头 这就是我一直提到的一个概念 温家宝答记者会 不是原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 温家宝记者会最后一个问题的说法 里头包含的是要推导推进 促使政治局常委对这件事情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而在泰晤士报的网络版上 题目是这么讲的 太子党在副手遭到抓捕之后被撤职 这形容薄熙来这件事情 在这个报道之后 这件消息报道之后 那同样来自于北京的记者 写了一篇短的评论 评论当时的文章题目这么讲的 北京一心一意 希望能够顺利交棒的进程 出现了一片混乱 没错 维稳 这是一直是胡锦涛的想法 但是谁让他不稳定 恰恰是他统一战壕战友的 恰恰是中共最高的领导层的各位领导们 真正的不稳定支援 就在胡锦涛的身边 不是咱老百姓 反过来 却把咱老百姓把咱老百姓说出内心疾苦的心声 这样的呼吁当成不稳定因素 这就是错了 而正是以他这样的错误的看法 造成了今天政法委系统的握有权力的这种现状 其实这他拖了这么长时间 他所顾忌的不就是周永康吗 是因为周永康手里头握有武警的权力 上百万的军队在周永康手里面 这是胡锦涛非常谨慎的 而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还是集中在温家宝身上 他说温家宝在开炮 那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的题目叫 中共高层领导薄熙来在IP一天之后被整肃 那比较有意思的 人们现在目光集中在张德江 是张德江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兼任重庆市委书记 很多人认为 这是不是跟江家 因为张德江是属于江家帮的人 跟江家帮有一个交代 你可以这么说 我就说这意思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大家记得 薄熙来从商业部长的位置给转到重庆去 都是认为他贬出京城 不让他在京城里面待着 而今天张德江兼任重庆这件事情 他可以这么做 他可以那么做 但是重庆是个烫手的芋头 大家知道 在重庆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薄熙来是个好官 是个办实事的官 薄熙来干的事叫杀父 老百姓在他的管制之下得到好处了 这个时候张德江去接手的话 是个烫手的芋头 所以你以为是江家帮真正还有势力吗 很难说的 而同样在这篇报道里 他特别又集中了一点 就是谁也不知道 王立军在成都美国领馆里说了什么 而所以原先党内支持者也都退避 也就是说原先党内对薄熙来支持的人 在这种状况下都退出来了 没错 跟这些人在一起的人是利益之人 我一直讲江家帮的人是利益之人 靠花钱买来的 在这样背景之下 他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退出 四分五裂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 文章还特别重点提到 薄熙来在掌握重庆之后 对当地的法轮功的迫害极其严厉 极其残酷 那这点上其实我们一直讲说 薄熙来下台是肯定的 王立军在当初在锦州市公安局的时候 他所成立的什么器官移植中心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罪恶之源 他自己最感触的话 就验证了活体摘取器官这件事情 他说当看到一个罪犯 把他身上的器官移植到几个好人身上的时候 他非常感触 大家记得在3月6号 在开两会的时候 那卫生部的副部长姓黄 大家要注意那位姓黄的先生不是中共党员 是党外人士 当他是党外人士又成为卫生部副部长的时候 你翻翻当时的金日点击 我那么评价 这哥们一定是替别人背黑锅扛雷的 果不其然在两会期间 他说今天在中国大陆 有关器官移植的问题 所有的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他没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枪毙了多少人 张三李四王五河六活都长时间 什么罪行枪毙的 死的 他这器官给谁 没有这个资料 伟大的党国在处理这些人的时候 没有任何资料 我问你为什么 大家想想当时那位姓黄的先生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他说出一个器官是来自于这个死刑犯 似乎在解释着什么 而王立军薄熙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海外媒体都集中在他们曾经迫害法轮功时 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应该是最邪恶的 而在中国大陆 法轮功被侮辱 老百姓针对法轮功这件事情不知道真相 在老百姓的眼睛里 在党的媒体宣传的过程当中 法轮功可能就是罪犯 在他们被欺骗的心里面 思想里面 会认为法轮功学员是罪犯 那就迎合了王立军说的 当一个罪犯 把他的器官拿出来给了别人的时候 他感到很欣慰 而谁控制的呢 政法委 而这样的邪恶呢 是最邪恶的 而确凿的证据呢 就在薄熙来王立军身上 所以我说大戏刚刚开始 那法广呢 有条消息说 薄熙来的太太已经被抓捕 文章题目这么讲的 传薄熙来妻子谷开来遭到抓捕 那文章呢 实际是引述台湾的旺报 他说旺报呢 引述了在上海的台商的 高层消息 薄熙来的妻子 古开来已经遭到抓捕 而古开来是薄熙来的第二任妻子 是职业律师太子党身份 自97年就持有新加坡绿卡 古开来在重庆帮助薄熙来策划唱红打黑 他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援助 重庆 对于薄熙来来讲 是开的夫妻店 是开的夫妻店 您懂吧 所以薄熙来是有法律靠山 有法律依据的 而作为这个古开来本身来讲 他的父亲曾经是高官 是军队里的高官 整个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 至于古开来是否被抓捕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其中抓他的话 一定想知道有关薄熙来的内幕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呱呱 你千万别回大陆 您就在纽约混了 但是你不好混的一个关键的一点 你的粮草被断了 所以后面的日子 你咋过 我真替你担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